2013年11月18日 行中女孩王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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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你喜欢这个男孩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通过你的微博 你说的这些话 你寻找他的行为 也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我是真的迫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找一个人 凭我一己之力 用很传统的方式 是根本没办法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你一见钟情一个人 你用这样的方式到处去找他 甚至是媒体 是否是对被寻找人 有点不尊重和不妥呢 我对这个说法有意义 对那个男孩子 你没造成任何伤害 你都不知姓啥叫啥 家住哪儿呢 他给了照片 他给你照片了 他拍了 他拍下来了 那你偷拍人照片 你处于侵犯肖像权了 侵犯肖像权 是未经本人允许 由于做营业目的的 我不是做营业目的的 你是不是平常不太爱出去 你是宅女吗 一个星期除了购物出去一次 我基本上不出门的 我卫生纸都是网购的 那够宅的 家里人有人给你安排相亲 有啊 说下你的标准 至少是本科学历 一米七零以上 工资要比我高 人要有礼貌 孝顺 善良 然后机智 姐妹你好 你好 他在你的择偶标准里头吗 我对那些相亲对象 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喜欢人家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往往在择偶上 这些东西会要求比较高 如果你的这一键中心的男神 来到现场 然后跟你的择偶标准 完全不搭杆 一点也占不到关系 你还是会喜欢他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 等了24年 遇见了自己心目当中 渴望的男神 你为什么不直接 问他要电话 我当时就是看着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美 但当时我没有想到我要喜欢他 只是偷偷地拍了一下而已 我其实当时挺机悲的 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他好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现在很多观念也不一样了 以前叫女为越级者荣 世为知己者死 现在改了 叫女为越级者整容 世为知己者装死 好 我认为他是真心地寻求自己 遗失24年的真爱 但他们未必跟我品味一样 我们来问问他们 对你的事怎么看吧 好不好 好啊 80后 我觉得说如果你不找他 可能还会保留一点美好的回忆 我没找到他是保留美好的回忆 我找到他难道就不美好了吗 这是因为我觉得他很美好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 这种美好的人会一直留在我身边 把美好抓在手里 至少让我可以物之所及地能看到他 十几岁大家 谁没做过点浪漫的事啊 这也很正常 但你24岁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呢 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怀疑你这件事情 就是在炒作你自己 我觉得这件事情 再晚都不算晚的呀 为什么上了年纪 这件事情做起来就很清帅呢 我相信在生活中存在着一见钟情 但那是有前提的 一见钟情两相投 最起码得有交流 我跟他的确没有什么交流 我当时只是站在他前面 后来有侥幸又坐在他的身边 整个过程当时 持续不到几分钟 但是就在这几分钟当中 我有体会到一些东西 感受非常的真实 我要支持一下冠冠 所有反对你的人 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 真正体验过一见钟情 是的 他们并不知道一见钟情 其实只跟自己有关 而跟他人无关 往往一见钟情 发生于爱情的产生阶段 在爱情的保持阶段 一见钟情似乎就不重要 一个人闷心自问 是不是能够把当初一见钟情的美好 把它延续到感情当中去 始终保留在彼此内心当中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 对 回想当年 我们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看见喜欢的人 明明从楼上走下来 你愣是不敢往上冲 另外转了弯 从另外一个单元楼上去 结果心里不而后悔 所以说别老问人家当初当初了 要知道尿炕都睡塞的了 其实我没有立刻找他 我是停了三天之后 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不相信命运 但是无法对发自内心的声音 制作网闻 我心里好像一直有一个声音 让我去找他 我如果停止去找他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非常难过 乐观开朗的罐罐 其实是一个对爱情很执着的女孩 罐罐寻找男神的事情 虽然饱受争议 却也打动了很多人 节目录制前 我们赶到杭州 和当地的志愿者们 展开了寻找地铁男神的特别行动 你好 你好 那么今天 地铁男神会出现在冠冠面前 并接受他的完美告白呢 为什么会掉泪 觉得大家质疑你挺委屈的 不是 我想起这件事情 我自己心里挺难过的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悲哀 因为同样是去喜欢一个人 但是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过程就非常的艰难 我从最初开始去找他的时候 就经受了很多的责难 他们认为我去喜欢一个他们眼中认为是普通的人 就不符合社会常理 因此百般地质疑我 其实我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和喜欢一个普通人 这么普通的一件事情 但就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 我做起来就非常艰难 表面上 王冠冠是很乐观的 上场之后也一直都在笑 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 但坚强的背后往往还隐藏着一种伤痛 甚至是自卑 所以呢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今天实现自己的梦想 把美好留在自己的身边 男神今天会不会来到现场 请你到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好吧 来站到台阶下 再问你一遍 观伯 你依然坚持要打开最帅告白之门吗 如果没有人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知道 那你要想清楚 那干脆别开 万一要真没人怎么办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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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车里没人 我不想再找了 不想再找了 对 他要是来了 是跟你做朋友的 我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那如果这两个选择当中让你选择一下 一个是他不来 一个是来了不接受 你选哪一个 他不来 他不来 好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一下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二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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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街角的那个地方等着你 有一句诗人说的好 不是说他一定要留在你的梦里 我觉得男神可以成为你将来爱情道路上的一个鼓励 你有这么勇敢的精神头完全可以重新追求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面对着这个镜头 跟你的男神说一句话 无论他听得到或听不到 都是对他的一个告白 祝你幸福 别哭了 悲伤很快就会过去 祝你将来生活幸福 也许在杭州我们还碰得到 我祝杭州 好吗 收集眼泪 微笑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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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ut 感谢观看